其實跟長輩一起出國 有另外一種比較怕的一種煩惱 就是作息不同 跟興趣是不同的 所以這個很 他為什麼不再多睡一下呢 是 或者是就是 應該是說因為我有一次 我們去西班牙的一個小島嘛 然後它是一個就是 比較類似派對島的那種 然後帶我媽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 你帶你媽去派對島 就很有心啊你 這安排的不對嘛 他帶自己的親生母親去派對島 真的 因為重點是這個島 是很漂亮的島 有沙灘啊 然後就是很漂亮的風景啊 都可以去玩的 可是就是因為 作息是比較不一樣的啦 所以我們到那邊的時候 就是應該是晚上很漂亮啊 有很多的光啊 燈啊 那些去去灌啊 但是媽媽就累了 所以媽媽就是想要 回去飯店去睡覺 那也沒關係啊 會去飯店睡覺 可是我就跟我跟妹妹啊 老婆啊那些 我們就去 去玩嘛 去酒吧啊 去喝酒啊 然後喝到快要天亮了 回去那邊開始睡了 媽媽就是 早上八點就要起 她就起床 來敲我們的門 然後說 欸 起來起來 走一走啊 逛一逛 好累喔 是不是很累耶 然後我們全部 我們全家就是這樣子 就是宿醉的 一起床 然後就說 我配著媽媽 去走走啊 就是走走 那個小孩可以玩的時候啊 媽媽就累了 媽媽就有精神啊 小孩就要去睡啊 什麼的 所以就是整個的這種 三代的作息都不一樣 很難安排 作息不一樣啊 我們是比較特別 是我們那次去 然後就是我們剛剛講 欣美姐寶媽啊 跟這個美鳳姐 然後還有其他一些 那個素人長輩這樣 我跟你講 他們的行程 早上起來就說 來 阿婆你不要幫他今天去哪裡走走啊 是 不用 我們今天在Villa喝酒 然後他們就 早上就 對 從早上就開始喝喝喝喝喝到晚上 然後我們年輕人 反正是我們還會出去 逛街啊 走走看看 超市買一門看看 欸 兩天過去了 是 他們每天都是 不用 我們今天在Villa喝酒 兩天過去終於 有一天我們在超市看到長輩出來了 走 所以你們今天怎麼會出來走走 對 Villa酒喝完了 出來買酒 你看我們沒有人敢去他們那一棟Villa 因為從中午就開始喝 天啊 這一種長輩也很可怕 而且你知道我公婆出去 他們是 五點半就要吃晚餐 六點要回到飯店 他們說要準備睡覺了 我說什麼 我們都還沒有開始玩耶 就是必須要配合他們 然後我公婆是那一種 是會自己跑出去逛的 就早上跑出去逛 然後就找不到他們 就迷路了 什麼 什麼很好 因為他們太餓了 我們還在睡覺 不好意思來敲門 不像你媽媽會去敲門 他不會敲 他就跑出去了 對 跑出去 然後迷路了 我們還就動用著大家去 去找他們這樣 真的很頭痛耶 妳很白目 你知道嗎 因為 現在換馬魯在罵前面這兩個了 瑞士瑞典之戰 很白目 因為那個打我去過 那個白天根本沒有活動啊 都是晚上的活動 都是晚上的活動 你媽媽應該是 她那一輩裡面 唯一一個去過那個島的人吧 沒有啊 就是 重點是長輩喜歡的東西 跟小孩喜歡的東西不同嘛 像我 我帶我媽媽去那個 巴泰亞 台國 抬頭 抬頭 抬媽媽去巴泰亞 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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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白目的耶 你有什麼資格說 就是說 一個帶媽媽去巴泰亞的人 他在罵罵前面 帶媽媽去 巴泰島的人 不是一樣 因為他比較傳統 所以他看不慣嘛 文化不同嘛 他是一直在念啊 就是外面那些拉妹啊 穿得很小 是 對他一直在念啊 然後就夜店 他覺得到處都夜店 太吵晚上睡不著 一直念 啊最麻煩的是什麼 每次遇到Ladyboy 他會幫我 好像幫我打仗一樣 他到面開我的玩笑 誒那是我兒子啊 他單身啊 我就這樣 我覺得你的 你的媽媽也滿有 問題滿大的 對啊 差不多 對啊 所以我後來我兩天 我就受不了 我就 媽媽買機票回來了 沒有 我帶他去一個獨島 晚上沒有夜店 結果迷人的風光很漂亮 爸媽媽留在那邊 然後你回去找的 對 我帶了兩個去獨島 我就自己去玩 這些地方都好不適合帶長輩 對啊 怎麼會說要帶長輩去這些地方 我覺得帶長輩出去晚上要考量很多耶 因為我之前也是那個長輩 他都不喜歡走路 然後那女兒帶著他很辛苦 他是健康的 但是他到一個點喔 不管是平的路要爬坡路 他都一律不走路 所以到最後的時候啊 我們就兩種做法 只要到景點 他女兒就去借輪椅 然後我們在教堂裡面 就推著他媽媽在清真寺大教堂裡面 然後一路推著輪椅走 然後其實你覺得很尷尬 可是沒有辦法 因為他真的很不喜歡走路 可是我們有些點是 從這裡走 尤其是那種西班牙 歐洲啊 很多小城鎮 你不可能 就是會這一個點進 那個點出 他不走路啊 你不能把他留在那邊 那你等一下要走回頭路來 帶他這樣子 然後就推著走這樣子 然後一路都這樣子 然後那女兒超辛苦的 而且歐洲那個都是石頭路嘛 對不對 他也不舒服啊 他就不走啊 一路都不走 然後我覺得那女兒超強的 然後他就抱怨說 那個哥哥啊 家裡男生都沒有 然後帶媽媽出來玩 所以他老公最孝順 他老公也不來 就跟長輩團真的要有一些交通 那些什麼都要抓得很精準 要注意 是 也不能走太遠 然後隨時你可能還要聯絡一台車 在旁邊如果老人家累了 要接老人家回去 對啊 就是都要想得很細節 但真的你 我這樣法網恢恢還是有一書的時候 是 我也考慮到了長輩不能走太久 我也考慮到不要有什麼派對島 那種年輕人的作息不一樣 就老人家就要去一些這個 漂亮的地方啊 然後可以跟 你帶他去 我想說我帶他去澳洲 OK吧 莫爾本 雪梨哥 巨月 黃金 海岸 都很OK 然後我想說 一定要帶爸媽去那天吃點不一樣的 那我還特別上網搜尋 說那邊有一個漢堡店很有名 平常老人家很少吃漢堡嘛 那跟著我們去 帶你去吃好吃的漢堡 然後過年的時候 特別留價帶爸媽去 但真沒想到 漢堡店居然排隊可以排得跟 迪士尼一樣 那我就認了一下 但 我想說我都鑽車把爸媽都送來 我想說那排一下好了 順便動得很快 然後就開始排 才剛排十分鐘 媽媽比較沒耐心就說 你這個到底是什麼時候可以吃飯 真的 很久了 我說媽媽不然再等一下 我看好像再兩三排就到了 原來不是兩三排 只是外面啦 裡面還很深 又過了十分鐘到二十分了 那我媽又說 真的不行啦 好餓喔 然後 站不久 然後我媽一五二 然後六十公斤 你知道又膝蓋比較受不了 結果等半小時之後 連我爸是很有耐性的人都講話 他說 要不要換地方吃 真的受不了 你看媽媽也站不住了 我說 不要啦 不要 這真的很有名 我來想辦法好了 我想說主要是站不住嘛 我就開始到附近找 因為附近有公園 我看有那個 石頭椅 他說 好啦 這個應該讓他們坐一下 就把石頭椅搬過來 給媽媽坐 我 你太辛苦了吧 我真的 我一搬起來 我不騙你 天啊 搬到走... 過去讓他們兩個 兩老輪流坐 然後 那這個隊伍一行...一移動 我要把石頭椅往前搬 因為他有規定 你就人離開的話 那個就不算了 你不能幫人家排隊 就一路排了一個... 我那時候還真的有算 拍了一個小時又二十分鐘 我才到櫃檯前面 好久喔 真的是說父母就是已經抱怨連連 然後自己又累 我跟你講 帶長輩出去吃飯 千萬不能等 對 我沒有想到 因為想說 沒有想到過年排隊的人籠牌 這麼長 所以你怎麼考慮 都會有疏忽的時候 長輩吃飯不能等 也最好不要有自助餐 為什麼 長輩有一些行動 難以行動的 他就會沒辦法走進來 我們走來走進去 或是有一些長輩就覺得說 這跟我自己去拿 然後拿了之後這樣走 然後上下樓梯 只要一個摔倒你就再見 對啊 然後最後買單的時候 我們要離開 我還被那個服務員叫住 叫不准走 為什麼 忘記這件事了 我之前帶我爸媽去那個 韓國自由行 也是要找那個 喬村炸雞的本店 找好久 爸媽好餓 就罵聲連連的 所以後來我就決定 不要帶我爸媽自由行 我就一定跟團 有名的店還是可以去 但是你一定要訂好位啦 對 不能在外面等的那個 真的是這樣 GINO就是講一個 拿石頭扎自己講的故事 但是我覺得我 帶韓國叔叔阿姨 就是長輩們的 最麻煩的一點是 韓國人性格很急 就是一個最大的麻煩 超沒耐心 超級沒耐心 因為之前 就是我有很多認識長輩們 就是有關工作的嘛 然後他們很常來台灣嘛 然後讓我當導遊 然後之前我就安排了 林家花園 龍山寺 然後在東門 就是永康街吃飯 在中正紀念場 故宮很順路啊 是嗎 然後我們就 早上9點開始出發 去林家花園 然後到了之後 他們說這是哪裡 然後我說這是一個 林家的花園 然後為什麼我們 對 他說 為什麼要去人家的花園 然後我說 林家不是人家 對 他們來說 這是人家的花園 對他們來說 林家就是人家 然後他說 這是一個台灣的 有名的景點嘛 是 我說那你們先進去看 裡面很特別很大 結果呢 他們10分鐘關完了 他們說 下一個景點 10分鐘就關完了 他們拍一拍照就走了 而且他們應該不在逛 你可以逛一個小時才對耶 對 他應該是一路上在找廁所吧 怎麼沒找到就出來 沒有 找咖啡廳 他們都在找咖啡廳 然後就再下一個新生 因為我都安排一個小時 但是10分鐘就結束了 所以我們已經 剩下50分的時間 我不知道要幹嘛嘛 說下一個景點 我去龍山寺 也是一樣 差不多20分鐘關完了 他們都在找隔壁的85度C的咖啡廳 然後我們去吃午餐 但是韓國隊又有一個毛病 午餐開始喝酒 啊 喝酒 他們喝得很兇 然後就是喝開了嘛 但是 中午而已嘛 然後上車的開始睡覺 然後他們到了一個 另外一個景點 他們不想下車 因為已經很累了 然後我們到了中正紀念堂 我拖他們下車 因為難得來嘛 然後在大門口拍個照 我們再上車 然後我們再去故宮博物院 結果呢 他們都去跑去那個咖啡廳喝咖啡 你的行程很磨人耶 沒有 我的行程排得很好 太多了 老人家受不了這麼多 很悠閒的啊 老人家受不了那麼多 歡迎大家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只要動動手指 就可以給我們很大的鼓勵喔 記得要按下鈴鐺 讓你收看最新的影片喔 如果還看不過癮的話 記得去點選這邊影片喔